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很多人在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会变差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脑子不那么好用 特别是如果本身有点肥胖 也就是浑身虚胖 常年在办公室工作 很少运动锻炼 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 有时候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脑袋浑浑沉沉 经常健忘 而更严重的 话说不清楚 脸明显下垂 甚至出现嘴脸歪斜 走路也走不稳 这往往是中风的前兆 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 中风是第二位引起死亡的原因 同时也是可以提早预防的疾病 有很多食品和营养品 可以预防大脑的退化 缓解脑动脑硬化 降低中风的风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哪些食品和营养品 可以改善大脑功能 恢复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预防脑动脑硬化和中风 出现这些症状 说明大脑动脑血管正在变硬 也就是脑动脑硬化的典型症状 经常打哈欠 即使刚睡起来 也会哈欠不断 坐下来就想打盹 总感觉没睡醒似的 每天昏昏沉沉的 脸皮觉得发沉 喝茶喝咖啡 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另外一些人呢 会时不时的出现 莫名其妙的头疼 甚至是剧烈的疼痛 有些人还会出现 嘴脸歪斜 脸明显下垂 或者面部有疼痛的感觉 身体一侧的胳膊或者腿 有的时候变得麻木 或者很虚弱 走路呢不能保持平衡 手脚失去协调 还有的人呢 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下降了 有的时候跟人讲话 好好的突然讲话讲不清楚了 思路突然打断了 思维出现混乱 就像前几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 有一个美国的主持人 在主持中间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他突发了脑中风 那还有的人呢 可能视力会出问题 一只眼睛或者两只眼睛 看不清东西 但是过一阵子就好了 是好是坏 有癫痫的病人呢 癫痫频繁发作等等 其实这些症状都预示着一件事情 也就是大脑动脉血管正在变硬 又叫动脉周样硬化 血管中积累了太多的粘性斑块物质 让脑动脉血管变窄 逐渐堵塞 那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 但是是逐渐加重的 那当这些血管严重堵塞的时候 大脑的供血和供氧就会中断 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就会发生中风 那中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它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 即使抢救急时 也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和身体残疾 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日常起居 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脑血管动脉硬化是需要很长时间形成的 像年纪增大 肥胖 缺乏运动 本身有糖尿病 有高血压 还时不时的来点不健康的饮食 比如喜欢吃肉 特别是肥肉 还有加工肉 比如香肠之类的 还有甜点 油炸食品 酗酒 抽烟 那都会增加这种疾病的发生率 不健康的饮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同时呢 饮食它也会缓解它 改善它 减少它的危害 有一些食品和营养品 可以预防大脑的退化 缓解脑动脉硬化 降低中风的风险 蛇足石山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其实呢 它是一种有久历史 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传统草药 在前几年 我跟其他几位同行一起 就做过它的活性成分的研究 研究结果当时发表在英国的 BMC Plant Biology杂志上 这种药草吸引人的注意 就在于它对大脑有好处 那经常认为它可以增强脑力 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 它可以通过保护神经细胞 来改善记忆力 是改善大脑健康的天然成分 在有些地方呢 把它作为治疗二次海默病 和血管性痴呆的药物 达到增强记忆力 改善年龄引起的认知障碍的目的 那它其主要作用的成分呢 是从它里面提取出来的石山减甲 现在市面上呢 有用它加工好的营养品出售 不过呢 它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比如头晕恶心腹泻 这一类不良反应 这是要注意的 绿茶是预防大脑衰退 减轻中风风险的 一个非常好的饮料 茶呢 也算是一种世界性的饮料 每天有几十亿的人都在饮用 那在日本和韩国 都有研究来揭示 茶对预防中风的好处 那经过十多年的跟踪调查 发现呢 经常喝绿茶的人 中风的风险比较低 这是跟那些不喝茶 或者很少喝茶的人 相比较而言的 研究人员发现呢 如果每天喝三到五杯 那中风的风险 能够降低一半 对于男性来说 这个效果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 40岁以上的男性 如果经常喝绿茶 能够非常好的保护大脑 减轻大脑的衰退 降低中风的风险 当然呢 喝茶的好处 还不至于在此 它对心脏和整个身体 都是有益的 对于降低血糖血脂 也有一些作用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这里说的茶 当然是不加糖的 不是甜茶 也不是奶茶 就是普通的茶 红锦天呢 又叫血域人生 它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寒地带 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它能生存的地方 人很难生存 那红锦天呢 有一种成分 叫红锦天干 这是它的活性成分 那这种植物分类化合物呢 有抗缺氧 保护大脑的作用 西伯利亚人 生活在靠近北极的寒冷地带 一直利用它 来对抗寒冷气候 带来的紧张生活和抑郁症 那它是一种 有建脑抑制作用的天然植物 能提高血氧水平 增强脑干的兴风性 提高记忆力 那最近呢 在动物模型上的研究 也显示呢 它能够预防缺血性中风 改善大脑的功能 现在有很多加工好的 红锦天产品和营养品 那如果你要去高原旅行 一定记得要带上血育人声 它能够帮你更好的 适应高原反应 有研究发现呢 每周至少吃两次核桃的人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例 降低了20% 经常吃核桃的人 可以大大降低 死于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见过核桃的人都知道呢 把这个核桃的硬盒打开之后呢 里面的果肉 跟大脑形状非常相似 那实际上核桃呢 它含有高含量的抗氧化剂 包括类黄酮和粉酸 以及维生素E 那在各种干果中 核桃的抗氧化功能 是最强的 核桃这几种植物化学成分呢 有抗氧化和消炎的作用 而且它们通过叠加 来发挥更大的功效 它的α亚麻酸含量 也是很高的 它能转化成大脑 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15000多名女性的调查发现 每周吃五份坚果的人 跟不食用坚果的人之间呢 认知得分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相当于两年的认知老化 也就是说 经常吃核桃各种坚果的女性呢 比不吃的 大脑要年轻两岁 头脑更聪明 反应也更快 所以要实现这些好处并不难 每天吃一两个核桃就可以了 银杏叶的使用呢 有悠久的历史 它最出名的 就是让大脑保持敏锐 治疗认知衰退 记忆力下降和警觉性下降 这种树木的寿命非常长 可以达到上千年 它的扇形叶片含有多种成分 那么同称为银杏提取物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大类 一类是类黄酮 另外一类是贴类化合物 我跟其他学者一起做过 银杏活性成分产生途径的研究 结果发表在瑞典的 《周生理学》杂志上 那银杏提取物的作用 是能够保护神经血管 改善血液流动 很多人把它用在增强记忆力 提高思维能力 改善大脑功能 包括防止痴呆症上面 那现在已经有的证据都表明了 它是能够改善 轻度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服用 有几类人呢 不能够服用银杏液提取物 比如有癫痫的人 或者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 还有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 比如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而且有些人服用银杏液提取物之后呢 会感到身体发冷 恶心腹泻甚至头痛 也不能够连续长期服用 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疾病的种类也不相同 虽然这些成分各有千秋 但是适用范围也各有区别 有些种类很容易跟其他的药物发生不良反应 比如刚才介绍的 湿山减甲和银杏液提取物 就很容易跟一些药物起反应 如果本身有肾脏 肝脏或者心脏疾病就要小心 特别是如果正在服用某些药物 一定要注意 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进行选择 那么可以跟医生讨论 那这些成分的可行性 不管怎么说越早做出改变 它的效果就越好 好了 改善大脑功能增强记忆力的营养品和食品 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很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